女大学生火车站跪地救人 反遭网友恶评一事引发热议 8月23号晚 成都中医药大学官博发布消息 两名当事女生以自己实际行动 践行医学生誓言 体现医学生的良好素养 该校拟于青生开学典礼 授予两名同学校长特别奖 成都中医药大学的校长特别奖 每年评选一次 评选标准严苛 奖励标准为每人3000至5000元 此前8月14号晚 在湖南省常德市火车站站台天桥上 一名中年男子突然倒地 被刚好路过赶车的成都中医药大学 两名女医学生发现并失救 直到救护车赶来 事情引发关注后 微博上不少网友称赞 两名女大学生勇于救人 同时也有个别网友评论 男子家属要起诉两名女生 该评论有超过6万人次点赞 再度引发争议 对于起诉一事 倒地男子胡某的家属 随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 并表示不明真相随便评论 是不道德的行为 事后 胡某的四名家属 还通过网络连线两名女生 亲自表达谢意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 更多内容请关注南方都市报APP 更多晨远 simila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适 mat